大家早晨 我们先看看昨晚欧美股市的表现 欧洲股市是全面倒升的 升幅大概是0.3% 美股全面倒跌 跌幅是0.2%至0.715% 跌幅255厘斯特克综合指数最大 之前亚特区股市的表现名誉互见 上升的表现最好的是 日经 日本股市和台北股市都有0.9%以上升幅 其他的股市都不错 新加坡 澳洲都升0.7% 跌幅较大的就是内地股市 上海跌了0.9% 深圳跌了0.86% 我们的港股五大指数昨日收市的时候 全部的真正变动率都是暴跌的 跌幅就以科技股最小0.2% 而这个 应该说表现最差的就是 红筹指数 跌至1.2% 成交金额比率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金额比率比较 综合指数差不多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都是较低的 较低的 特别是国企指数 成交是熟了的 红筹指数依然是略为 高于平均 平均成交比率 而科技指数 虽然的表现 相对的最差 但是 成交量 比成交 平均成交比率 低很多 21% 对接近29% 就表示 那些买卖双方 都不可活跃 接着 我们看 昨天香港 下午4.3% 港股收市时 美资期划 4252.62% 4252.62% 升了0.354% 我们五大指数 1 2 3 4 5 全部都是比美资期划偏低的 幅度都大 多数都是1.2% 以红筹的1.879% 最为检柱 接着我们看 年货主板市场 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是51.49% 华马 低过平均的53.47% 全日律德资金占 主动买股 11亿 低过平均的40亿 占成交金额比率 只有0.7% 可想而知 大户买家和大户股价 之间的角力 显示出 结果显示出 实力的非常接近 全日总成交金额 增加到 11,437亿 是高过平均的 1297亿 全日卖空金额比率 就是微降到 14.347% 就和平均的 14.155% 差不多 然后再看的是 BDI好淡指标 差分了 超短期短期中期 跌到 显著低的水平 跌向大户 22 19.9 20.9 在这里 顺便提醒大家 昨天收市后 再看看 图表形勢 非常之不对 即是说 一会看到 昨天开市 最后两三个交易时段 15分钟 涂计 最后 45分钟 甚至1个钟 跌势 是非常之急的 近期的刊见 即是证明 淡有大户 是 决心反击 昨天是试盘 只是试盘 防守能力 有多大 即是说 既然 决心开始反攻 后市真是 短期后市 不要看那么好 甚至 下半个月 起码 6月份的下半个月 起码长期的 BDI 跌到40 中长线投资者 千万不要急于买货 短期的投资者 只可以很有策略地去做 小住 最好做即使 建立即收 多作走位 我稍后会在 即使锦囊 透过电邮给 Patreon频道的 Gold 或以上的级别 Gold Planternum Silk Diamond 的订户 就会有些 即使锦囊 教大家怎样做 我准备了 在这个 星期之内 应该说 是会再度买入一只 正圈 短线投机 当然注码不会大 恒生指数 阴阳烛日线图 昨日是一支阴烛 跌穿保利加通道中族 幸好 保利加通道底部支持 急速上移 令到下跌空间 受到限制 但不代表 不会再跌 不会跌穿 一会再上来 留意这件事 整体来说 整个 交通道是缩窄 所以 恒生指数 20天年度 法律师波幅 跌得 10 约11 11.4 约11 正在看 最后 在港美资 期货上 另外 指标 全面 利淡 港股短期形势 全面向淡 加权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两个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 是 跌和升 国子期货都是 昨天跌市 但成交就增加了 那当然是坏事 另外 就是看 TWI 国力指标 过去外加日 恒指期货 跌 是-3 正1 国子期货 -3 和-1 两个指数期货 都是跌的 但是 恒指期货的跌势 得到成交两支持 国子期货 就未得到 预期 蓝筹股 未来一两个表现 国家的表现会差一点 加权平均偏离值 先说偏离值 两个都继续跌 跌到负数 一个-3 -4 一个-3 而加权平均偏离值 -0.068 和-0.534 都是影视 什么呀 恒指期货表现 差过国子期货 和恒生指数期货 在第1 2 3 4个的数据 甚至5个 就是说 头的 1个小时 甚至 1个小时多一点 哇 那一刻急跌 你看 恒指期货 要钱不要货 所以全日整体跌 反弹上来 远回收市 国子期货 走势 一样 国子期货 没有分别 都是一样 国子期货的分别 有一样东西 就是开市第1个15分钟 它一开 它没开那么高 但是一样是照充上 跟着落回来 然后就急错 但是国子期货 恒指期货开得挺高 OK 那就是科子期货的好友有字之千名 一开 那一刻就不冲 引了你开市 投了一分 冲上去 它才杀下来 这是任由的市况 被淡邮大门杀下来 三个都是跌 三个指数 两个月份 合约 合计的未平昌入的程序 恒指期货增加 国子期货显著增加 多子期货不变 恒指期货增加 又代表 昨天 外资淡邮大户 是开新仓 逃利 国子期货显著增加 国子期货的情况一样 中资淡邮大户一样开新仓 逃利 但是态度更加积极 今天 无论是蓝筹股 国企股 都是持续再跌 走势 几乎有八成 而科子 就好一点点 因为它是不变 未平昌入的正数 两个月份合计 所以代表科技股战场里面 淡邮大户 开新仓逃利的同时 好邮大户在评求仓 表示科技指数 或科技股 科技指数的期货 反复跌到的机会大 机会有多少 五成成五成半 起码也显示 科技股 在低位 有较强的 支持力 12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里面 超短期最好的是 工业 表现 昨天收市的时候计 第二是非必须性消费业 而短期来看 工业 非必须性消费业之外 还有能源业 还有能源业的 这三个比较好一点 情况会好一点点 为什么呢 就不再是工用市 特派在头位 这三个 这三个行业 特别是特派 这两个 将会是未来的市 再跌到来 支持力 有机会是最强的 较大机会最强的 33个行业里面 红色多 表示资金正主动 卖出多 那些沽本集中在哪里呢 远洁动业 7亿多 医疗保健业 4亿多 另外 其他金银业 3亿多 然后 银行业 3亿6亿 这就多些 买的 汽车 21亿7千9百万 一支独售 仿绍服装 及配饰业 4亿7亿 资金正主动买入 另外 再多些 没有什么工业 食物 饮料业 分别 2亿多 1千多万 公用事业 2亿4千8百万 资金有避难 走入工业股 里面 昨天开始 有一只 2618京东物流 成为恒生组合大型 指数成分股 所以恒生组合指数成分股 由506个 增加到507个 我 这两月不断收到 Patreon的建议 有一两位 他说 你不要 恒生组合大型股 公司 一纳入了恒生组合大型股 你都 放在证券排行榜里 那样 我就说了 由于资料太少 交易记录太少 害怕有误度 我心里想 好了 听你们的意见 这些股票 但当大家要 如果这些股票 放在股头 的时候 或者 很厚的时候 在排行榜里 你 要打些折扣 对这些分析结果 或者下注的时候 势注一点 自己 人欲地 调节 我放下去 我从 昨晚开始 已经将 京东物流 放在我的选股 名单里 这些股票 听大家的意见 改一改 头10位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的股票 应该说的恒生组合指数成分股 是比亚迪 8亿多 跟着同样8亿的吉利汽车 然后就到长城汽车 2亿多 三只都是什么 汽车股 三只汽车股 跟着 10只头10位 是7只升 别的长城汽车 京东健康 和可以自家 全日升幅最强的 希马眼科 28% 一日升了 过去五日加利亚 计为昨日的累积升幅 达到31.5% 另外升了20% 是有特部国际 27% 不过 五日加利亚 累积只有8.5% 可想而知 它只是 转跌为升 之前跌得多 之前的四月加利亚 另外有5%的升跌幅 看看这只 升了5.9% 中车时代电器 如果计过五日加利亚 除了刚才说过的 希马眼科 之外 还有一只 是超过10% 升跌幅 升了18.4% 比亚的股份 近期 近期 6.6% 代表 昨天的低位 7.03% 是一个 短期重要支持位 加利亚的股份 主动买股比率 64% 比36% 里宁 亦都配合 创52% 新高 以及 刚才刚刚说的 那两只 希马眼科 和 里宁 收市位 都高过 加平平均价 还 有的 就是刚才说过的 特部国际 收市位 亦都高过 加平平均价 这个叫升市 德国主动买股比率 虽然叫配合升势 但只有 56.44% 就表示 昨天的低位 9.88% 并不是一个 即市 或者 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然后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 值得说 68.32% 好厉害 德里汽车 代表22元 成为了即市重要支持位 还有没有 这只说了 中车时代 电池 66.34% 亦都代表 昨天的低位 37.5% 即市重要支持位 大家看着 我特别提大家 这些比较上 是 焦点股 量比 有两只 够3.01 一只 刚才说过 希马眼科 达到15.148倍 另一只 特部国际 也说过 3.566倍 摆入我的专业中心特色表 表现最好的 希马眼科 第二只 吉利汽车 第三是 比亚迪股份 刚才没什么说 吉利汽车 看看 它和 比亚迪股份 一样 收市位高于 加团平均价 所以是升市 过去 交易 累积的升幅 也有 9.479% 比亚迪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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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33 比亚迪股份 3.344的 升跌幅 9.5% 没有 过去 日累积升跌幅 90% 没有 主动买股比率 特别要提 比亚迪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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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接着 3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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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代表 药迪股份 125元 即是重要阻力位 收市位是低 加固平均价 121.368 量比 没有特别要提 威迪股份 分析表显示 表现最差的 就是 亿 错了 没对不起 虾板 表现最差的是 美团 第二是药名生物 第三是 中国移动 先看看 美团 美团有什么特别要提 没什么 只是说 由于收市位 低过加固平均价 所以 47.53 主动买股比率 显示 跌势 这个是比率配合 中国移动 跌市 我说跌市 不再重复 跌市 不再重复 以后 收市价 是低过 加固平均价 跌市 都配合 配合 37.63 过加固平均价 过加固平均价 还有一只 就是 中国移动 药名生物 药名生物 又是跌市 这只 刚才说了 林重复 是34.6 是34.6 今天说的板块 是大市值的 软件服务业股票 后10位 刚才有些都看到了 5只升 5只跌 5只跌 成交金额 由大市小 最多是69亿 腾讯 然后是42亿 美团 然后是 SARS 阿里巴巴 升跌 全部都不够5% 过去五日 就有一只 累积升幅 够10% 就是中国软件 国际 18.83% 不过他的主动买股比率 就一样 50比50 显示数货和质货的力量 相弱 其他的主动买股比率 先 56比44 这些值得提 就是快手 不过可惜 不是 收市部205.8 是高过加园平均价 203.01 所以 是得到成交量 支持的 叫做5 6比44 快手 跟着呢 有没有什么要说 63比37 都是很配合 上升动力的可惜 这些是微盲集团的收市价 是低于加园平均价 还有没有要 先看看 30多 都没有 没什么 这些都要看 好 2比 没什么特别 全部不够3倍 表现最好的 是中国软件国际 刚才说过很多次 跟着快手说了 有微盲集团也都说了 不是对不起 微盲集团 不是 不是第3号 微盲集团是富的 国家权升降同力 所以我们看 10剂之中最差的 转转看 阿里巴巴 10剂之中最差的阿里巴巴 看一看 为什么这么差 阿里巴巴 收市价格是206.4 是低于加园平均价格 虽然它暴升收场 206.8.3千8 是低于加园平均价格 主动买股比率 50比50 主动买股比率 又不是特别差 也不是特别差 不如说 大家先看看这些 大家先看看 这些 如果继续美智奇的比较 港股收市价格 有两个比率 比较差 偏低幅度达到5% 就是美团 还有 败手 阿里巴巴 就是偏低1.177% 这10剂股票 在我的选顾名单里面表现 暂时中线排行 最好的就是美团 不过都要排到49位 既然刚才阿里巴巴那么特别 加上阿里巴巴 是上个星期 大家投票 选出来要我找数 今天找数 分析的重点 好 一人跟着和大家详细分析 未详细分析之前 先讲下降通道 这样的 下降通道 其实你可以拿这一点 和这三点 任何一点拉 也可以拿这一点 和这两点 任何一点拉 只要一拉完之后 中间那条线没有被人 中间没有被价位 升穿 就可以了 也可以拿这条和这条拉 我第一个做法就是 拿了这条和这条拉 理论上 由于一浪低一浪 高位计 一个低一个 我拿最后那两点拉 那条线是最斜的 是最近的阻力位 就是这样 不是不是最斜 应该是最 是否最远 又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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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高线也低 我收回这句话 这也是一个重要阻力位 这条上升轨 通道 顶 支持 当然你要 跌到这个位 跌穿这个位 其实这个位 参考价值也不高 那么你当然 看这些位支持 这些位 这些位 阿里巴巴是不是真的那么差 要详细讲 但是看平均线分布形势 5天平均线 跌穿了20天平均线 就是说 令到平均线的分布形势 已经变成全面 利淡 那真是不好了 昨天有反弹的 市况 反弹之后 都是一个阴烛收场 实生的 畜生 合理值是跌168点 昨天就开市 合理值 附近 轻微低一点 开出 加不增值数计 今天会不会 都是低这么多 看来 机会都不小 反而我们集中 看看 究竟 会在 升上的时候 第一下 试试 顶部阻力时 会在 这三个 R1 R2 R3 即使三个 还要在哪个位置 附近 停 以及 再试底下来 试即使支持 会在 S1 S2 S3 这三个 即使还要支持位 附近哪个停 我们定了 即使 起卖上周 或是11点前 最少 炒卖范围 看向哪边突破 突破之后 我们现在好像是我在投资现金教论教大家 或者以前上课教大家 为什麽 接近即使 炒卖范围 进行即使短炒 无论是买卖期指 或是 期权 或是牛熊证 衍生 权证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然后在第二段 投资现金分析 我再看有没有需要 再 更新 更新这个表 不是我说 喜欢更新的 我要看 美资期货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突破 什么位 就是这两个位 有突破 这里就要更新 再和大家研究 港股最新的即使形势 好了 多谢各位收看 这段分析到此为止